久违的期待中 今天又收到了两个包裹 这是为我们下个月好户外行而做准备的 第一个包裹是一个帐篷 是平时我们准备出行的时候 搭在这个车的边上的 这种帐篷呢 大 但是最大的弊端呢 它就是风阻比较大 考虑到这个我们出门呢 是开的面包车 玩的的话可以哪边有风呢 咱们就用车给它遮挡 把这个帐篷放到我们风阻的另外一面 可能会好很多 这个帐篷的话 我是买的是两米乘三米的 平时有时在下面呢 咱们做做菜还是挺好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我今天的第二个包裹 这个包裹呢 是一个耍牛的 一个耍牛酸 也可以酸钩 这种是钢筋 沿帐篷上面直接到底 底端 准备是专门可以撕个面呢 给它拉了以后 拉绳子以后 让它更加的紧 顶端是一个八字环 有时候 酸钩啊 它也特别的方便 这个帐篷啊 我们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车上放床 床外有帐 一车一狗啊 咱们一起期待下月的互惯鞋 我们下期再见